那我接下來要問這一題的選項 選項A剛剛是錯的對不對 選項A是錯的 結果他錯在哪裡 他講了兩句話 一句話叫做失電子 另外叫做次正極 他錯哪裡 兩句都錯 還是錯其中一句 他錯哪裡 我們剛才已經看過他的 半反應式了 所以他錯哪一個地方 他是哪一級 負級 他是不是失電子 對 CU變成CU二症加二一負對不對 所以 他說失電子是對的 可是失電子電子吐出去 負電流出要做什麼級 負級 所以錯這裡 那接下來要看的選項B 選項B呢我們要搞清楚反應 所以有所謂的正極半反應跟負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 剛剛已經講給你聽過了 那正極半反應呢 請你把當初 請你把當初 新銅電池的那個銅 銅當正極 那個銅 改成銀 你就對了 把那個銅改成銀 就對了 請問你正極半反應是甚麼 You 正極半反應是甚麼 把剛才新銅電池的銅 改成銀 就對了 你們還可能會錯一個地方 就是你們不曉得銀是幾架 銀是幾架 AG 正 一架 正一架 所以他的半反應是甚麼 原來是CU2正加二一負對不對 所以現在變成甚麼 AG正加一負 這叫正極半反應 負極半反應剛剛寫給你看過對嗎 對嗎寫給你看過了 還記得嗎 剛剛寫過了 CU變成CU2正加二一負 好這叫做 他全反應了 把剛才的正跟負加起來 可是電子要一樣多 這樣才能消掉 剛才的AG只有 一個一負 CU都沒有兩個一負 所以要變成一樣多 這樣才能夠把二一負消掉 所以他的全反應是甚麼全反應 就把兩個加起來 但是把電子要一樣多 怎樣 怎樣 這個反應告訴我甚麼事情 這反應告訴我說有一個銅變成銅離子 會有兩個銀離子變成銀 這邊掃掉一個銅 變成銅離子 那邊會有兩個銀離子會長出銀出來 所以掃掉一個銅 會長出兩個銀 銅的原子量大概64 銀的原子量我記得大約108 那這甚麼意思 所以就回到了剛才選項B 銅的減少跟銀的增加 他說相等是錯的 那麼是銅減少的比較多 還是銀增加的比較多 碳方程式 碳方程式 掉一個銅 長兩個銅 銅的原子量大概64 銀的原子量大概108 所以誰減少的多還是增加的多 少掉的多還是增加的多 碳方程式就曉得了 銅的增加的質量大於銅減少的質量 銅的增加的大於銅減少的質量 這又是銅銀電池 我講過了 現在考試 都在考新銅電池 最多最多考的銅銀電池 沒有在有其他的 你把這個情況記住就好了 那麼 國姓大的 要當作負起 國姓大的當作負起 OK嗎 OK